各位早上,欢迎收看 今天是5月18日星期四的EJ Market 我是范巧瑜 昨晚美股终于有一个似乎的调整 昨晚美股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丑闻没完没了 他的施政不顺 甚至面临弹劾的威胁持续升温 拖累美股一开始就立即插水 特色升市的大赢加金融股首当其冲 高盛跌半成 是指数成份股中的最大输家 拖累导致昨晚失手调50天平均线 收市跌至372点 跌幅有百分之1.8 收市到20606点 科技股是另一个重灾区 就见到纳指跌至2.5% 苹果公司和Facebook曾经跌至2% 微远、亚马逊、Alphabet都急错 纳指最后收市到6011点 跌至158点 连欧洲股市都受到拖累 英国、法国、德国股市都跌至1% 流伤 美短亦跌幅扩大 为什么特朗普会搞到一身矮 涉嫌向俄罗斯披露 机密情报 又被指在《炒联邦调查告FBI局长科米》 在《炒联邦调查》之前 曾经要求他终止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 弗林和俄罗斯的关系 被指他被质疑干预司法 他现在被弹劾的机会大增 有人说就像美剧《House of Caste》 我没有看过 不过有时大家都知道 现实比起戏剧是更加戏剧性的 特朗普之后 我们又说说 投资者穿了避险帽 避险帽 避险帽穿了之后 看到恐慌指数 刚才提到 道指和纳指分别跌了1%至2% 至于恐慌指数 昨晚急升 升成4.6% 如果买中VRX的指数产品 真是罚了 另外 美元继续挨沽 美汇指数跌至97.5% 这是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以来的累积升幅 已经化为乌有 避险资产相当抢手 见到日元升1% 美元兑欧元创了半年以来的低位 金价升1.8% 去到去年5月以来的高位 另外 也不要漏了北韩的因素 北韩的 南韩的新总统文在寅就说 见到和北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最近见到北韩的核和导弹的能力 似乎近期发展得很快 这些外围的风险因素大家要留意 至于港股方面 恒指连跌两日 连升10日的汇控都断了 今天汇控是会随息的 看怕今天恒指都很难独善其身 外围相当一般 现在恒指先看考验10天线 大概是25,000点左右的水平 至于20天线在24,716点水位 另外昨晚ADR方面跌了超过200点 看怕今天开市的时间 下个港股可能都会跟外围受压 至于其他指数方面 我们谈一谈强弱势股指数 强势股指数是44.4% 升了1.3个百分点 弱势股指数15.9% 跌了0.8个百分点 至于市欢方面 三线市欢都是牛皮的 股价高过250天线的长线市欢 50.8%升了0.3个百分点 股价高过50天线的中线市欢 38%没有升跌 三天线高过18天线的短线市欢是42.9% 升了0.6个百分点 至于港股方面 今天要看焦点是腾讯 腾讯昨晚在收市后公布了业绩 到底是否网页自己偷偷公布业绩 就是后话 看看业绩 腾讯下首季的业绩再显王者气派 它有两款热门手机游戏 王者荣耀和农资谷 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首季按年顺利急升5.7% 顺利有144亿 大概是164亿港元 远高过市场预期 其中增值服务的收入又增长了四成流上 我们昨天提到他们有一款游戏 王者荣耀 原来是全球每日活跃玩家的手机游戏中最多 最多每日活跃玩家的手机游戏 腾讯计划在海外推出更多自家研发的游戏 除了手机游戏之外 其他业务方面 云端服务和首季相关收入 亦急增两倍 亦不容忽视 集团亦着力发展人工智能AI 其中一个原因是 可以更精准地投放广告和新闻内容 另外之前投资了入股Tesla 未来亦会有机会发展这方面的新业务 但很多时往往 腾讯在业绩公布后 股价会有些回调 趁好消息出货 今年以来 腾讯股价升了四成多 都是王者荣耀 四成多的升幅 令到必售站1830 昨晚也放了二十多万股腾讯 260元放的 赚了一千万 高成给腾讯最新的目标价是多少呢 上条目标价看齐头 给你三个水 最新腾讯目标价看三百元 看看稍后开始 今天可否帮大使手 可以减轻沽压的跌幅 接下来讲两个前蓝丑 先讲511 TVB 早前证监会 就着电视广播 回购要约作出裁决 TVB就公布 决定就这个裁决 向高等法院 申请司法覆核许可 估价这段时间都受到困扰 去到二十八元水平 亦跌穿了回购价 另外就是枪电机179 厉害了 公布了全年的业绩 纯利有2.38亿美元 大概18.6亿港元 纯利创了公司1984年上市以来的新高纪录 纯利按年升到三成八 派末期息三毫四和去年一样 纯利创新高的原因就是公司的营业额增长 和原料成本温和 亦受惠于降低成本的措施 亦有个无利率改善的因素 最近估计都是黏着高位 看看今天下个开市的情况是怎样 明天又是星期五 我们搞搞新意识 明天不跟前主播成夜 找来媒体文化界的李敏 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记得留意明天收睹我们的EJ Market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立刻准备开市 大概半个小时开市 看看今天的港股 会如何受到外国的影响 我们收市之后见 拜拜